又添得曾宇芬是相當的寶貴 很重要 整球好球 場面覺得高西 加橫 今天蔡景豪投六局 高健三兩局的表現也相當的精彩 現在就看 目前聯盟的 救援榜第二名林遠平的表現 唉唷 這球就比較偏差了 身體左邊肩膀開得太快了 旁邊還有張班長 張子強在做熱身 四塊球保送 如果沒有在第八局的下半那一分的話 這個仗力就夠了 現在即便是兩分領先 一開始就先來一個保送也夠嗆的 雖然相對打拳力打的球員 可能是人數比較少啦 但是 總還是會打出去吧 總還是 站在打擊區裡 也就是所謂的追平分 今天黃世豪前面的 三次的打擊當中呢 並沒有安打的 出現有兩次被三陣 這三次的打擊都是面對蔡景豪 好球 打著沒有出棒 現在相對還必須有 一二個打者能上來 多幾個人上來呢 張振偉就有機會來 繼續追尋紀錄 同時有打擊的機會 球球呢打成了一個界外 球輸現在是良好球沒有壞球 能夠打到張振偉的話 就有追平或是逆轉的機會了 這個球揮一棒落空 結果讓黃世豪呢 遭到了三陣 而且沒有任何推進的一個效果 追打壞球 今天黃世豪的打擊就比較不理想 三K了 如果這個滑球 碰都沒辦法碰到 沒有辦法 這個離身體太遠 那今天呢 這個劉富豪的全內打是他本季的第十號 他也連三個球技都 全內打有十支以上 根據聯盟剛才所提供的一個紀錄 是本土選手的第十二位 連三連三個球技都能夠有十八 至少十八全沒打 也不簡單 現在打擊的是七棒的王勝文 今天三次的打擊並沒有安打 第三次打的其實還不錯 但是被對方的美技給沒收掉 這個球有點擠壓到 形成了一個又外野的安打 這時候一連上跑走著 二雷之後繼續往三連套飛進 好 接下來是 又有好戲可看啊 雖然擠到 反方向 這也是一支安打 也是掌握高的球來打 打到比較靠近握把的位置 但是還是把這個球擠到了二雷手的後方 張明恩的跑雷也很積極 九局的上半 兄弟相對 在六後兩分的一個反攻 接下來輪到陳江河 這時候確實就如球評講 相對就是要所謂的 這個 機槍打線 最起碼這個 要比較連發的一個打擊 一分賽就沒有用 九局球打成一個三連方向 三連手接到最後 測動雙殺前傳二雷之後 再往一雷送 最後就是一個再見雙殺 阿波波雷結束了 兄弟相對呢 在九局上半最後的一個反攻 中場呢 在非常精彩的向市之戰呢 同一市隊是以4比2 兩分之差呢 擊敗了兄弟相對 在本週呢 兩隊的兩場交手當中呢 雙方是各贏得其中一場比賽的勝利